大家好,我是三喵,携肥菊桃桃上岗 那么之前好多好多次有朋友说我这个收音不太好 那么也是在朋友建议下说 三喵,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就是夹在衣服上 你要么给观众一个胶带,粘上去 要么就手拿着,手拿着试一试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话题 老规矩,不要联想,不要联想,不要联想 这讲的全是苏联往事 1979年苏联这个斯维尔德洛夫这个城市 那么现在叫叶卡杰林堡 这座城市的这个探居泄漏 造成了非常非常恶劣的后果 这个叶卡杰林堡呢 是这个乌拉尔山这附近的一个工业城 那么改名叫这个斯维尔德洛夫 这是波尔什维克之后的事情了 想当年那列宁在1918的平均里面 不就有这么一句话吗 叫一声啊,斯维尔德洛夫 你戏听不分明 所以他就把它改成了这个名字 那么当然在这里面生产的 那都是锅之重器决战兵器 那都是要么是对美国直接就能把美利坚给灭了 要么就是当苏维尔遭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那也要反咬美利坚一口的玩意儿 那就是这个生物武器啊 当然这个表面上讲苏联是跟其他国家一样 我绝对是不去搞什么生物武器的 那是背地里搞的那个叫热火朝天啊 那么选中了探居,探居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牙包,包子这种东西啊 它是可以在这种空气当中以气溶胶的方式去散播 然后呢,这样的东西能够在土壤当中休眠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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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人或者牲畜感染上这个探居之后 就很容易因为这种败血症而死亡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大杀气 2001年的时候美国那边还有这个邮件记的这种粉末 说是这种探居引起了相当相当大的恐慌 那么我们话说回来 1979年的3月31日啊 这个苏联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们生产的这种锅脂重器 重不重?重!厉害不厉害?厉害! 但是很多的这种防护吧 很多的这种小东西 真的就是一言难尽 像之前我聊到的那个K19核潜艇的那个焊接的那个水管 焊接阀门就出问题 结果导致核反应锥泄漏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探居杆菌啊 它不是病毒 探居杆菌它非常非常容易散播在空气里面 那么所有的这种生产 按理来说应该跟外面有那么几道防护这样的一个阻隔 那苏联市忽略了这些东西啊 所有的这个碳居生产跟外面的这个阻隔只有一个过滤罐啊 就是那种过滤这种气体的这种东西 那么1979年3月31日的时候 当一个这个生产 生产车间的一个按照例行的检修 是要把这个过滤器罐给拿下来 然后换上新的 但是这哥们呢 就当时手头没有新的 就把这事给留了一张纸条 说要换一个新的 结果呢 后来来交班的那位同志 他没有看到这个纸条 所以就没有换上新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探居生产的这个地方 跟外界整整连通了十几分钟 这已经足够酿下大祸了 到了4月4日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就旁边有个陶瓷场 这个陶瓷场的很多工人开始出现了败血症的 电刑症状啊 这个肺部出血到最后死亡 那么有一些医生就判断 这个可能就是探居感军感染 那么这个地方可能有军方的秘密生化的这种基地 这大约在当地人这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但是虽然有人去怀疑 只不过克格勃以及苏联政府是极力的去避免 去让大家往这个生化武器泄露 这个方面去想 那是不是探居 是 探居哪来的 那么有那么几种可能 可能是接上这流浪狗带来的 所以说这个克格勃在当地举行了这个扑杀流浪狗这样的行动 这个乌眉跑官非常的激愤 那么除此之外 还说可能这是不明源头的这种牛肉 那这个牛肉 这个病牛吃的这个探居 那探居到底是哪来的 境外势力可能是有意或者无意去投的 告诉大家一定要去小心这件事情 那么当时这个斯维尔德洛夫附近 这个行政长官是我们的老书人叶利钦 克格勃这个掌大权的是这个安德烈波夫 也就是勋宗之后再位没没多长时间就挂掉的这位 这两位对于整个的世界那是心知肚明 但是苏联的面子要紧 我说苏联这样的一个负责人的大国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来干什么都绝对不能有损于苏维埃的面子 干什么一定都是事故捂着 然后去直到酿成更大的事故 那么到后来这件事情啊 你看后果已经很严重了 旁边的陶瓷场 那么64个工人全部死亡 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六七十个人死亡 那么当时的医生就说六七十个 我看得有五六百个吧 那么真实的数据是什么呀 这个无从得知 因为苏联当时是组织克格勃系统的销毁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文件资料 那么直到1993年1993年的时候苏联已经没有了 叶利钦才亲口承认啊 说这件事情就是苏联军队搞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误操作 把事情给搞砸了 然后搞出来了这样的探局泄露这样的事情 那么你要按理来说啊 这件事情该不该追究苏联的责任呢 苏联没了 虽然这个俄罗斯他号称是苏联的继承人 那该不该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呢 反正这事就黑不提 白不提了啊 当然会有人说 这个表面上签了条约 背地里去搞实验的又不只有苏联一家 对啊 你像那个什么 像英国在1943年也搞过一次探局实验 找了一个无人小岛 这上面那个绵羊 直接对着他们撒探局病毒 结果导致羊当然是死了 但是导致整个岛上土壤被污染等等等等 但是英国跟苏联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如果说政府都是混蛋的话 苏联政府是一个假装自己是圣人的混蛋 那么这个事情不因为他假装自己是圣人 他就真的是圣人了 但是圣人怎么可以有错误呢 所以一定要去掩盖掩盖 那么这件事情就被称为是这个化学生物学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刚好提到切尔诺贝利 咱们就来讲讲这件事 但是整个这件事情的影响比切尔诺贝利还是要小一些 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到 如果生物武器真的在战场上去应用 会是多么多么可怕的这个结果 当然我们要说苏联他当时的整个整个的这个探局 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短期的爆雷 那么还有长期痛苦的折磨 有一个湖叫贤海啊 1979年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么大 那么现在他大概只有很小很小的这个面积了 当然这个关于贤海的萎缩 咱们可以再做一个话题 就是苏联不断的农业灌溉 不断的去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去抽贤海的这个水 那么贤海那边有一个岛 这个岛上就布满了苏联秘密部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探局 这样的东西 那么发生过几次泄露 造成过很多严重的后果 直到苏联解体这里面的很多探局 还是被埋藏在土壤当中有活性 最后是美帝国主义啊 找到一些专家去花了600多万美元 然后找了100名左右的当地人去铺这种生石灰 然后去想办法把这个地方的土壤给灭活感情 这就是这个苏联在前面很有精神的造孽 然后美帝国主义灰不溜切的在后面给苏联去擦屁股 你看见没有苏联又赢了 这就类似于苏联的这个核潜艇拆除这件事情 还得是苏联就说了 如果美国不出资 我们就不拆这个核潜艇 就在这儿克拉半岛那儿放着 就问你怕不怕 总之这个就是苏联赢两次赢麻了 至于国际信誉什么的 那是什么 伟大的苏维埃不需要这个东西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席 到最后苏联没了 但是你看这肯定是阶级敌人的破坏 那么好 关于这个前苏联探军泄露 这样的事情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不要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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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